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去Camporia的广告 一千多两千块美金 它是Promise这样子啦 然后到了Ciano View那边就知道是A不对路了 公司就好像是监牢这样子围起来的 然后它边的安全也是全部有枪的 那时候我们几个就一起安排报警 我23岁然后在Sendu出世在Sendu住了23年 然后小学中学都是在Sendu读书 就是没有离开过Sendu就算搬家了还是在Sendu Cravel是最大的推动力啦 然后如果你没有想要享受生活的话 你赚钱也是没有用的 赚钱一直拿来存存存存起来怎么又带不进棺材是吧 在马来西亚你看到的永远是马来西亚的人而已 就是马来西亚的lifestyle 可是如果你出国 你看到的是别人国家不一样的东西 我对Corea没有太大的Ambition 我觉得赚到钱够我生活 我比较喜欢比较费的 Sending place那时候今年在找工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去Cambulia的广告 工钱也蛮高啦 Quick money啦 Fast money 一千多两千块美金 看啦他是Promise这样子啦 然后那时候那个人跟我interview那个 他讲了一句话就是 你相信我的话你就过来 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想这样多啦 然后就相信他一次就过去了 然后到了Ciano View那边就知道是A不对路了 公司就好像是监牢这样子的 围起来的 然后它边的security也是全部有墙的 可是那时候也没有办法跑了啦 那时候已经是有人出来接了 开始做工的时候是 主要是在Facebook那边 那些找工作的group 为人家要不要做工 然后叫人家过来Ciano View这边 然后过后大概做了 10天吧 我就跟老板讲 要回家 隔一天晚上 晚上 老板就把我们卖去别的公司了 就有别的公司的人来接我们走 然后那边主要是做scam啦 主要做scam 做工的地方里面就是好像 跟office是一样的 跟Malaysia的office是一样的 同事的话 全世界的都有啦 非洲的也有 中国的也有 台湾的也有 Indonesia也有 Gamer的market是global的嘛 所以他请的人也是global的 就在Instagram那边找人 或者是 update你的post 一个人会开10个Instagram account for DM 就是去DM别人啦 就是每一天要DM 200个人 就是一直不断的去DM人家 如果有人恢复了DM的话 就跟他聊天咯 然后就直接要做工作到 可能半夜2、3点、3、4点 才可以回去睡觉休息 然后隔一天也是一样的routine 就是每一天啦 没有休息啦 就每一天没有update 你的那个心理的压力很大 那压力就是你不是工作做不好 那压力是你一直会担心你的命 其实会没用 因为你是可能你亲眼看过 别人被打到流血啊 别人被打到手段啊 脚断啊 你是真的是在你眼前看到那种 而且你不懂即使到你 我们那时候是有 偷到一架电话啦 就是不知道是谁的电话啦 所以我们就拿那个电话来报警了先 就是联系家人啦 我们只是负责给照片 然后给location嘛 也不是我们报的 是在马来西亚这边报的 我们也是赌啦 赌赢了就可以回家啦 赌输了就变回啦 然后做到九月头的时候 就被警察救出来了 然后过后就被transfer过去immigration 我会觉得at least有这个经验啊 可以给朋友知道 真的是不要去相信那种Facebook啊 Instagram那种东西 就可能at least还可以教他们这样看scamer 我会觉得at least有这个经验啊 可以给朋友知道 真的是不要去相信那种Facebook啊 Instagram那种东西 就可能at least还可以教他们这样看scamer 就可能at least还可以教他们这样看scamer Los Angeles那边 就在电视看过啦 肯定是还没有去过啦 很chill 然后好像很开心这样子 虽然是有这个经验啦 但我还是觉得出去看一看会比较好啦 毕竟也不是讲很老 就算出去了 真的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还是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对的 你都还可以再来过 啊